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地狱,那么缅北可以算一处,这个国家是目前东南亚局势最混乱的国家,总结起来四个多,民族多,政党多,武装多,问题多,一个乱字都不足以概括,今天的缅甸北部地区是彻底的无政府地区,这里山高皇帝远,基本没有法治秩序,民族众多,有名有姓的大小武装超过一百多个,甚至到了每个村都有一支民兵武装的地部, 普通人到了缅北,几乎就是九死一生,不久前,一部名为孤注一掷的电影上映,取材自上万例真实电信诈骗案例,讲述了一个中国程序员和一个女模特被拐至东南亚,影射缅北从事电信诈骗的故事,在那里他们受尽诸如被打断腿,逐千次手指的非人的虐待,而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上对国内进行诈骗,然而如此生猛的电影, 据说只还原了不到40%的缅北现实,近年来,缅北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外之地,那里充斥着人口拐卖,制毒贩毒,电信诈骗,倒卖器官,军火走私,军阀混战,逼迫卖淫,非法赌博等许多恐怖的场景, 许多国人历经磨难,侥幸生还逃回国内,都会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那边的地狱景象,据我国公安部数据,目前缅北电信诈骗集团人数多达十万人,其中不乏被拐卖或自愿前往的中国人, 这些人或是被高薪工作诱骗,或是为了做生意,侮辱歧途,一到缅北,就会被没收护照,手机,以及强行拘禁,殴打,甚至轮奸, 同时,中国每年都有1000多万手机号码,泄露到缅北不法分子手上,致使每年都有750多万中国人因此被骗, 损失金额接近300亿元人民币,让人触目惊心,更可怕的是,这些缅北的诈骗分子,武装分子,甚至还会利用互联网在中国社交平台活跃, 比如被2022年声称自己是缅甸瓦帮军人的李赛高,其真实身份疑似怀疑是诈骗分子, 除此之外,缅甸的水很深,许多那边的明星,社会名流,都和电信诈骗集团,贩毒集团有很深的利益关系, 他们还会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帮助这些不法分子牟利,缅北和我国云南接壤,那里有大大小小40多个民族, 其中有许多华族,也就是带有中国血统的人口,这些人自称是明朝末年的移民或中国远征军后代, 主要聚集在瓦帮和善帮最出名的莫过于国感,缅甸官方认定的国感族,据考证就是汉族, 然而,尽管缅北是一片法外之地,没有任何法治可言, 但这些还只是小的问题,大的问题是那里的军阀武装,这些武装不止互相攻法, 而且还和缅甸政府军作战,事实上处于独立地位, 许多国人每每听闻缅北部法集团残害中国同胞的新闻而义愤填膺, 质问为什么中国不去救人,其实缅北虽乱,但它终究是缅甸的领土, 中国警方和军方都无法越境执法,救人, 那么缅甸中央政府又为什么做事不管,那是因为他们也管不了, 这和缅甸这个国家的历史现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以说缅甸从建国之初就是东南亚问题最复杂的国家, 千言万语一句话,缅甸我劝你别去, 今天的缅甸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即便是在普遍落后的东南亚地区也是可以排倒数的, 2022年,缅甸GDP仅为650亿美元, 人均收入还不到600元人民币一个月, 是泰国的15%,是越南的42%,连老挝和柬埔寨都不如, 正是因为极度的贫穷,催生了极度的暴力与犯罪, 缅北的许多乱象,背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贫穷, 而这种贫穷和缅甸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 缅北的许多地区没有一座像样的学校, 那里的孩子甚至需要跨国进入中国云南边境读书, 缅甸中央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 也从未给予什么帮助, 这个国家只是表面上的领土完整, 实则是一盘散沙, 缅甸政府也只能在中南部的城市地区维持统治, 缅甸面积约67,8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5600万, 可是在历史上从未统一过, 这个国家有着135个民族, 自1948年独立建国以来, 缅甸实行联邦制, 而军方一直掌握着权力, 不擅长发展经济, 却十分擅长打压少数民族自治力量和民选政府, 这就导致了缅甸无法有效走向一体, 缅甸的央帝冲突从未停止过, 缅北盘踞着许多地方武装, 并且有大量自治区, 比如瓦邦, 果敢, 善邦, 克勤邦等, 克勤族, 立宿族, 在瓦族, 怒族, 胆族, 果敢汉族等大量少数民族居住于此, 由于靠近中国云南, 缅北的许多民族和我国少数民族也是同出一脉, 比如缅甸克勤族和我国景坡族, 缅甸的主体民族是缅族, 约占缅甸总人口的65%, 但是缅甸几个大的少数民族都和缅族有很深的矛盾, 胆族和太老民族占亲戴故, 克伦族, 克勤族, 瓦族又和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同根同源, 也正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想要独立, 这才给了缅甸军方以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 缅北个民族再怎么样, 至少和缅族文化还是相近的, 最复杂的是缅甸西南部若开邦的罗兴亚人, 人口约85万, 这是一支从孟加拉迁移到缅甸的穆斯林民族和信奉佛教的缅甸人关系极为紧张, 至今缅甸中央政府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合法少数民族, 缅甸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文明, 它同时受到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的影响, 在历史上, 缅甸很能打, 一直是东南亚的头号大国, 1752年, 缅甸历史上最强大的共榜王朝成立, 在1767年甚至吞并了仙罗, 也就是泰国, 并且和中国元明清三朝都有过战争, 1765年, 缅甸大军入扣云南, 触发了长达四年的清缅战争, 清朝虽然获得了名义上的胜利, 可是居然还丧失了一部分领土, 缅甸之所以如此强悍, 关键就在于像兵, 可是时间来到19世纪之后, 局势彻底改变, 当时缅甸西部的印度已经沦为英国殖民地, 从1824年开始, 英国殖民者就试图占领缅甸, 从而侵入中南半岛和中国云南, 1885年一, 四万英军大败十五万免军, 灭亡了共网王朝, 将缅甸纳入英属印度, 事实上, 缅甸今天的许多问题, 都可以追溯到英国人头上, 缅北山区分布着大量民族, 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缅甸人, 是英国人将这些地区强行统一并入缅甸, 缅甸的主体民族, 缅族人口最多, 生活在缅甸中南部的平原地区, 英国人为了打压他们, 就玩起了以少至多的那一招, 其实, 缅甸人本来无所谓民族概念, 只有平原百姓和山地百姓的区别, 使英国殖民者, 划分出了一百多个民族, 并大力扶持缅甸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 成立自己的武装, 灌输民族自立的思想, 如此一来, 缅甸各民族迅速分化, 此外, 英国人还觉得不过瘾, 又从孟加拉拉来了二十多万移民进入缅甸, 这就是日后罗兴亚问题的滥伤, 于是, 这样一个烂摊子使得缅甸中央政府, 直到今天都没有能力整合整个缅甸, 可是又无法放弃这些领土, 长期的殖民压迫和宗教矛盾, 最终让缅甸多次起义, 反抗英国人的统治, 由于作为佛教国家, 缅甸不愿意被当作英属印度的一部分, 1937年英国殖民者正式将缅甸从英属印度独立为英属缅甸, 由此确定了现代缅甸的版图, 这个时候, 一个名为昂山的人登上了历史舞台, 他就是缅甸国父, 也是大名鼎鼎的昂山素季的父亲, 值得一提的是, 缅族人没有姓, 只有名, 所谓昂山素季, 其实是昂山之女的意思, 1939年, 昂山想要效仿苏联, 于是建立了缅甸共产党, 并想要寻求中国的帮助, 当时二战已经爆发, 中国也深陷抗日战争之中, 昂山经由香港进入广州之时, 被日军截住, 日本人敏锐地意识到, 昂山将成为缅甸亲日的一颗棋子, 于是, 日本人在1941年, 帮助他在中国的海南, 建立了缅甸国防军, 并提供大量物资, 帮助他打击英国人, 1942年, 日军悍然入侵东南亚, 昂山返回缅甸, 率领缅甸国防军, 配合日军攻击英军和中国远征军, 1943年, 被授予大左军衔, 在那个时代, 中国和日本, 就是其他后发亚洲国家的榜样, 韩国总统朴正希, 也曾经在日军服役, 而韩国流亡政府, 整个二战时期都在中国, 昂山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有奶便是娘, 不在乎什么立场, 1945年, 眼见日本战败是既定事实, 昂山立刻发动起义, 为虎作伤多年的他, 组建了缅甸反法西斯联盟, 主动迎接英美盟军, 结果居然就得到了美国关于战后缅甸独立的承诺, 英国人虽不爽, 也无可奈何, 1946年, 昂山出任缅甸总理, 并开始筹备缅甸独立事宜, 不过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出现了, 那就是缅甸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不愿意加入缅甸联邦, 人家也要独立, 为此, 1947年, 昂山和克勤邦, 善邦, 瓦邦, 克伦邦等自治区签订了宾龙协议, 规定各民族平等, 并且建立自治区, 每十年召开一次大会, 有权自行去留, 这就是现代缅甸的立国之本, 可是, 昂山很快死于政敌缅甸爱国党的暗杀, 一时间各大少数民族又开始蠢蠢欲动, 缅甸联邦正式成立, 虽然有宾龙协议拉住了各大地方势力, 可是松松垮垮的缅甸联邦仍然如同一盘散沙, 老大死了, 缅甸国防军一时群龙无首, 昂山的盟友乌鲁立刻跳了出来, 组建了新政府, 并接管了最高权力, 可是乌鲁没有昂山那样的威望, 各大少数民族也不负他, 乌鲁为了稳固政权, 就选择搞大缅族主义, 把昂山的努力全部打了水漂, 就来到了内战边缘, 1958年, 乌鲁被迫下台, 缅甸再次进入权力真空状态, 这个时候军方发动政变, 夺取了权力。